大家好,這堂課叫做格鬥防身 我是這堂課的老師,我叫林修文 那我曾經擔任過國家代表隊 也在這次112年台南全國運動會 多過金牌 然後今天格鬥防身最基本的是 基本的報價,還有腳部的移動,腳部的靈活 那腳部靈活的話,我先教大家怎麼佔預備姿勢 佔預備姿勢的話,想像膠地 這邊有一個正方形 左腳踩在左上腳 右腳踩在右下腳 然後手的話就自然拿起來,放在你的下巴旁邊 眼睛直視的前方 然後肚子收著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報價預備動作 然後腳部的話呢 我們在移動的話都是用腳尖在移動 不會整個踩在地板 腳尖移動的話 如果要往後退的話,左腳 腳尖往後推,身體就會後退 如果要前進的話,右腳腳尖往前推 身體就會往前走 如果把它連貫起來的話,會變成一個節奏 會變成一個律動 像這個樣子 然後平常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協調的訓練 然後我這邊剛好今天有一個身體 可以為大家示範腳部要如何進行 然後我們這個身體都是一格一格的 不管是從哪邊開始都可以 我們可以先一隻腳踩在裡面 一隻腳踩在外面 然後手一樣就輕鬆馬起來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往後退的話 前腳腳尖往後跳 前進的話,後腳腳尖往前跳 然後把它連貫起來的話 後退,前進,後退,前進,後退,前進 後退,前進,後退,前進 然後如果我們可以 可以的話,後面再熟悉一點 腳步習慣之後 我們可以夾拳頭 比如說你看喔 往後退 然後在前進的時候可以出拳 不管是左手 還是右手 還是爽手 都可以 OK,今天 我帶大家做的就是 腳步最基本的敏捷訓練 後面當然後面還有其他 比較高難度一點 那之後再說 然後歡迎大家來參加 這一堂格鬥防身術 我是老師林修文